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振霖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霖时间 来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 那25周年其实等于是当初承诺的50年的一半 路走到一半 所以这个中国高层这边 整个都是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周年庆的相关活动跟安排 习近平其实这次访港 就亲自到香港去做拜访 然后主持这个新任的李家超特首的一个就职 还有跟前任这个林郑月娥 他们一些相关的香港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一些会面跟宴会等等 出访前 其实这一次出访前 那个中国的一些官媒 党媒官媒也非常高调的在宣传这一次习近平 这也是等于是差不多这个COVID-19疫情又在起之后的两年多了以来 习近平第一次踏出中国大陆这一块土地 等于到香港 你说过一个海或者是飞一段领空也好 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 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运作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宣传就非常的一个用力 非常的一个卖力 是相当高调的 但是在高调之下 其实也有一些比较低调的一些作为 就是包括习近平去香港 他五年前二十周年的时候也曾经去过香港 那那次还去了五天 然后也住在香港 那这一次反而二十五周年 安排的时间就比较短 大概就只有两天 其实是不到两天 甚至也不敢在香港过夜 这个到底习近平在怕什么 这中间有什么故事 中国话讲说有什么猫泥 这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来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老一宾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第一位是董思琦董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徐鸿欣徐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OK 那请教一下思琦 习近平高调防港 又爱又怕受伤害 这到底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是五年 这个是他五年前也去过一次 那这一次到香港 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 那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五十年不变 已经走了一半 这上半场等于算是要来总结一下 那总结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到 这个林郑月娥 她其实本来也是可以再连任一次的 但是她放弃连任 那事实上林郑月娥 是等于是香港一个过渡的一个人物 她从这个原本的基本法过渡到港版的港区的国安法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香港变得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但是香港 这次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去呢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这是两年半来 这是习主席 离开中国大陆 然后到别的地区 即便他是坐高铁 很快的这样子到了 但是我们也发现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并没有在香港过夜 那他选择呢 去了一下之后 回来之后再隔天再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状况 五年前的时候 他还有进行一次阅兵 那当时有做一个 等于算是有一点检阅嘛 来看一下香港的这种秩序啊 然后状况 那这一次呢 少了阅兵 那所以这一次 这个习近平主席 这来去匆匆啊 让人家就觉得非常有趣啊 他到底是怕什么呢 是不是怕被暗杀 还是说怕怕有什么被染疫呢 那为什么呢 他只在这个香港 没有过夜 跑到深圳过夜 然后再去香港呢 那事实上 如果从这几年的香港的发展脉络 以及伴随着疫情来看的话 这都是可以来说明的 首先第一点 我们知道这个大湾区啊 融合发展计划 这基本上已经是三年了 这三年之中呢 我们已经看到香港 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变了 那事实上从深圳 坐高铁到香港 这个15分钟 很多人都笑称啊 15分钟的时间了 这个香港人都还没回到家 都已经回到 就回到深圳去了 所以香港就进一步的 变所谓的内地化了 是 内陆化 然后第二个的话 则是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推出之后啊 让香港人自主的这些权力呢 更加的缩小 另外一点是说 让这个中国 更容易来掌控香港连接 这个外面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或者说跟其他国家 企业或产业之间的连接 那第三个的话 则是在这一次的 这COVID-19疫情之下 我们发现了 这个香港过去啊 最近这一段时间 之前就是突然之间疫情大起 然后港府没有办法 好好的治理 那这时候 在疫情稍微平行之下呢 这个习主席过来 这边来看一下 来宣示一下 这个防疫还是有所成效的 那所以不管是在经济上面 不管在疫情上面 或者是说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上面呢 这一次都来展现出来 习主席哦 在他的这个伟大的习主席的 英明的领导之下 好像把这个香港的治理的 好像有模有样 这当然是中国官方的宣传 但是我们也从中间看到 非常多的实质的问题 这几年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连续三年来 在COVID-19疫情之下 香港已经开始出现了 大量的快速的移民潮 移民潮 对 另外一个是香港本身的资金 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变 外资出走 然后更多的是 所谓中国的资金的投入 对 所以过去我们常说 这个香港是所谓的东方明珠 但是这一次呢 在习近平主席来 这个东方明珠视察的时候 事实上他好像已经失去他的光芒 他好像跟这个周遭的 这十几个城市 中国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 包括这个广州啊 或者是深圳啊 这些城市 好像变成这一个诸多城市中的一个 所以香港的这个未来 甚至比他们还安淡无光 甚至呢 就是说让很多的原本的香港人呢 觉得说香港已经不是过去的香港 那人心惶惶之下呢 非常多人选择用脚投票 选择移民 所以从这边来看呢 习主席虽然到香港去视察 然后去看这一个香港特首的交接 然后来庆祝这所谓的回归25周年 但我想接下来这25年 这下半场呢 对于香港人来说 应该会更加的难熬 那个董老师刚刚分析的一个角度 大概还是从这个像疫情啊 或者说整个安全 整个面向来做一个切入 那其实从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现在其实很明确嘛 交通上虽然感觉 你说深圳到这个香港 15分钟已经没有距离了 完全内地化也好 你说中国化也好 那事实上它的政治面 政治领域的这个面向的话 更是很明确的 越来越中国化 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特区 虽然名称为特区 但是名不符实 那马照跑舞照跳 也许还有在跑还有在跳 但是香港人民 这25年来过得好吗 或过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可以理解到香港曾经号称东方民族 那现在东方民族显然逐渐在黯然失色当中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因为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 他其实一直强调了一个叫做 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这件事情 他想要伟大中华民族复兴 其实香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们从2019年以后 北京很强力的利用他的权力 来掌控企图掌控整个香港的政经秩序 这个香港其实早在江泽民时代 是上海帮在掌控 事实上现在还是 那陈族刚刚主持人还有东老师也提到 为什么他这一次不敢 6月30号都已经来到香港了 但是晚上还是很匆忙的先回深圳 然后又再来 那为什么这样 刚刚我有提到 香港其实是上海帮在掌控 因为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 其实他利用了反贪腐的这个概念 大力的在铲除党内的一己势力 那上海帮就是一个他 以前早期是江泽民 对 简单讲就是 曾庆宏 曾庆宏 曾庆宏是江派的二号人物 我们都知道 那这样子会变成党内的地方派系 势力的这个纠葛不清 那演变成对于香港 要如何能够加大力度来掌控 这变成习近平主席 一个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显然一不做二不休 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词呢 就是因为在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已经特别提到 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舞照跳马照跑五十年不变 那我们曾经听过 邓小平江泽民 也都提过这件事情 可是显然在2019年 这个强力的镇压之后 那有很多的香港居民 有很多的包含 雨产革命之类的 甚至于前一两年都出现了 港区的国安法 所以有很多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事实上是被捕的 那这里面其实也有 他们的组成分子 其实并不是只有民主派人士 因为他背后的派系势力 其实真的非常复杂 那我们可以更理解的 知道说香港跟上海之间 上海邦之间的这种 权力结构的联系性 其实是非常的严谨 所以导致这一次 这个习主席他到香港之后 因为他也担心害怕 这两年从2019 2020 到2021年到去年到现在 他其实惹毛了很多 当地香港的居民 包含有一批人看不下去算了 用缴投票包含移民 但是有更多的人 走不出去的人 他们只能在香港 那这个时候应该 他们对于习近平主席 既然已经到了香港 要参加第25周年的这个回归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所表达 可是显然他的这个强力的措施 把周边都用一种 甚至于都不能够有 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上空 上空对 只要有不明飞行物 一律摧毁 一律摧毁 因为他都会把它视为 是不是要暗杀 攻击 这对习近平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羞辱 对 当然了 因为生命重要 所以他变成说逼得他 不得不 6月30号已经来了 然后林郑月娥特首 也陪同他 但是他其实是为了要 对站台 李家超 对 李家超 新的这个前香港保安局局长 他要正式就任 那他在正式就任 其实在5月30号的时候 已经先到中南海 职光阁接受李克强总理 颁发香港特首的委任状 已经给他了 那事实上 这大概已经成定局了 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对于香港的社会来讲 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股隐忧 那种动乱的隐忧 就动乱是因为北京太过于强力 因为他不遵守 终于联合声明的50年不变 他第22年就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其实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北京他希望能够 习近平希望能够全力的掌控香港 而不要成为他在政权内的 一个隐忧跟变数 这里面的故事 还有一些那个话题 其实还很多 下一个阶段 可以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微回来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 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圈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接下来继续讨论 习近平来到香港了 那在7月1号 在这个李家超的一个就职的一个典礼上面呢 他也有公开有一些谈话了 讲的东西还是一些老套 但是有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意义 或者说我们来分析一下 习近平有特别强调 对于香港 他说要落实这个爱国者来治港 香港那个长治久安呢 就必然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其实这种谈话的一个背后背景 或一些因素来讲的话 他特别强调爱国者治港 那爱国者是谁来定义 那变成说爱国者其实就是要跟着 中国共产党的脚步来走 那习近平他们这些领导班子 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什么样的态度 就决定了一个香港前途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人家就要问 两年前这个反送中 或者是时代革命这一波的运动下来 很多人说这个造成动乱 或怎么样对香港不好 但是大家都没有去想 就是说其实会有香港人 自己不顾危险 那整个是拼死拼火地站出来 替自己最基本的一个人权 来做一个争取 为什么 道理一个源头 其实就是反而乱源 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你们去对香港 搞了很多民主的一个线缩 新闻言论的一个自由 都整个被拿掉 搞了一个港版的国安法 甚至弄得香港人人心惶惶 那如果你们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香港人为什么要去反对 要是去做一些反抗 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样态是出来了 很清楚嘛 现在一国两制在香港 那现在习近平他们自己还在自吹自脸 做得多好 未来要一个画一个大饼 说香港未来前途会怎么样等等 那其实在我们外面这样看过来的话 香港反而是一国两制 这个一个失败自作 那中国的承诺 就是中国领导班子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承诺 根本就像讲粗鲁一点 像一个屁一样 又臭又难闻 不能信赖等等 那你说所谓的高度自治 香港有现在 他们还享有所谓的高度自治 有吗 第一个是有吗 第二个是 即便中国共产党 他们自己嘴巴讲出来的高度自治 其实他们觉得高度自治 就是一个傀儡 他们扶植出来的一个傀儡 你把林郑月娥也是 李家超其实也是 那李家超上来 以他警务背景出身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未来香港的一个镇压 不会是一个新的特首出来就结束 反而是持续的一个镇压 甚至是还有后面更多的一个清酸 要持续的一个进行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 董老师 这个爱国者治港 那其实在邓小平当年 在谈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 他已经有提到 也是有提到说 是必须要有爱国的人 来做这些港人 来治理香港 才能够确保体制和主权的完整 但是就配合着 本来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方案 这对于香港来讲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 但是在这两年 特别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 然后港版国安法提出之后 就有一个快速的改变 所以这时候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爱国者治港 跟邓小平时代所提到的 要由爱国者来治港 其实有些这个概念 已经很大的不同了 有怎样不同呢 本来要港人治港 然后接下来要变成 由爱国的港人治港 其实现在重点是 要由爱国的人来治港 是不是港人 就不是很重点了 那它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在港版的国安法里面 它很明定 包括是分裂国家 然后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 还有勾结境外势力 危害到国家安全 这四类的犯罪的行为 在香港发生的话 就必须要由中央 就是由中国这边来做审查 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 那从这边来看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中国对于香港 原本的这些高度自治权 不但的一一回收 而且它同时也在中间 置换了所谓的港人的概念 我们之前本来说 所谓的港人 五十年不变了 是说你之前在所谓的港英时期 英国的总督之下 总督府之下 然后在这边可以做经济 自由的生活 然后做言论上面的讨论 虽然没有政治上选举的权利 可是后来给你这个选举的权利的同时 我们却发现 他这个选举的权利 就已经慢慢的把它转变了 曾经也有人这样形容 就是过去是希望用行政来吸纳政治 但是现在则是由政治来吸纳一切 所以所有的议题 事实上回归到一个最重要的本质 就是港人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虽然我们说它是个特区 它是不是应该先跟其他的 什么其他少数民族 或者说什么其他少数族群一样 在中国来讲的话 它是有特别的地位才对 但是现在事实上 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这个香港人特殊地位 过去集中在资本主义的开放 然后以及比较言论自由上面 新闻上面的开放的这一点 已经都没有了 完全被拿掉了 被拿掉了 那有一个指标非常的有趣 在2002年的时候 这个所谓无国界记者组织 在做新闻的评比的时候 香港当时还是亚洲数一数二 排在前面了 是排名第12 2022年 20年之后 香港现在的新闻自由的排名 排到148 这代表说过去香港非常傲人的 言论自由 还有经济的开放 现在一一的线缩之下 其实港人已经不再是主体了 所以取代于港人 然后所以从港人 然后变成爱国的港人 到现在只要是爱国者 重点是爱国者 而港人的这个身份认同 也被逐渐的被消灭当中 所以从这边回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预见 在习主席的这样的 对治港的方式之中 所谓的一国两制 这是一个虚项 一国是实的 两制是虚的 这两制最后还是要服应那一国 所以用一国两制来宣传 制度上体制上的优劣 或者是说宣传这50年不变 我想对于明眼人来看的话 都会知道说这只是一个障眼的方式 然后希望用这样的话术的方式 来维持或是维护 这个所谓共产党 对于整个中国的统治 整个看起来就是 中国是一个大谎言家 共产党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补充一下 刚刚其实董老师有讲到 这个香港的一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部分 其实光是最近的一两年 香港的一些媒体 已经陆陆续续关了十家 这十家其实就是香港 本来就是比较属于自由派 或者比较敢言的一些媒体 独立媒体等等 那后来在这个中国的一个 这个强力的一个镇压之下 或者说整个线缩 或者各方面给他一些刁难 变成说慢慢的 也让这些媒体自觉 你说自救也好 或者说被迫也好 就慢慢就退出这个香港的一个 新闻言论的一个部分 好那同样的看 就是说中国会这样子 共产党他们会这样子 对香港有这么强烈的一个 镇压跟整顿 当然也有他的一贯的一个脉络 就是他们还是 你在做什么 你要赚钱也好 或者说你要讲什么话也好 或者怎么样 反正最终的一个目的 就是不要危害到说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统治 跟他们政权的一个维护 所以最近也有一些怪现象 就是除了我们刚提的香港 因为接下来马上 10月要20大 7、8月的时候 可能也要召开北戴河会议 就是说中共的一些内部的 等于是20大的一个 暖身的一个会议 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 我们最近举两个例子 看来也蛮有意思 因为北戴河会议 要在这个秦皇岛那边去做一个召开 那秦皇岛最近好像说 有一个讯息 就是禁止这个特斯拉 就是那个电动车 马斯克的那个特斯拉的车子 不能在北戴河这一带 就做这个行驶 禁止特斯拉进入 好奇怪 针对某一个品牌的一个车子 来做限制 那当然理由讲的是说 因为特斯拉车上有那种这个摄影 有电脑摄影的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秘密 会有拍到一些 不想让你就知道的一些秘密 传到微信上面 造成这个中国的那个安全 或者说泄密的一些隐忧等等 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那不止车子被限制 那现在也有看到一个报导说 什么在秦皇岛的那个当地 有出现这个管制菜刀 管制刀具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民众所使用的一个菜刀 剪刀那些刀具 被管制的 那甚至在检查的一个过程里头 他们还会用铁丝把它绑起来 所以那个当地的网民乡民 也看了都傻眼了 就是说 这样一辈子都想不到 这个菜刀也会被铁丝绑起来 这个变成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东西 那很明显 就是说 为了他们 求他们自己维稳的一个基调 那中国其实什么都怕 嘴巴是什么都不怕 实际上行动上什么都怕 到底中国是在怕什么 徐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到底在怕什么 嘴巴上都不怕 这个很会讲 但是行动上常常都会出人一表的 这个也近那个也近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言行 来看我不要讲不一 从这个言行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来说 并不是习近平政权所专有的 而是说共产党政权在统治 从1949年建政以后一直到现在 他们的统治 说是说维稳 其实最终就是要维护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益 这个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如果稍有任何有损于共产党执政的一个不利的因素存在的话 那他会尽可能的会消灭 所以最近这新闻就出来 这个特斯拉 这还是外国品牌 所以这个他认为说 你这个整个车子布满了很多的摄影器材 那很有可能会 并不是泄露 而是你不小心拍到的什么 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其实害怕的是这个 所以禁止连一般民间在这段期间都不能进来 他又不是很刻意的 我家都住在这里 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 可是最终他们还是 这个北戴河会议其实带了许多的中共 多年来他们在北戴河会议开会的神秘感 其实里面当然讨论了很多跟国家大政方针有相关 而且也会讨论了整个共产党政权体制下 他们各个地方派系利益的如何分论 可是最重要的 你用分论我都用分章 分一下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他们好像都会老人干政 这个婆婆妈妈一多 后面就会指指点点 这个也是必然 所以这个北戴河会议 在还没上演就已经造成轰动 这一次 尤其是特斯拉的这个新闻一出来 反而大家并不是哗然 而是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 连个一般民间用车也会禁止 那就显然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为什么关注 因为很快的今年的10月20大 中共20大就要上演 那这中共20大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要决定了这个习近平主席 第三任期的他的政权 所以在这中间都不能有 任何一丁点的这个 可能不利的因素出现 会变成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 跟时间点上面 那中国共产党会做出 什么样的奇怪的事情 一点都不会意外 一点都不会奇怪 非常谢谢两位的一个分享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就告一个段落 以上是今天 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谢谢